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五姑娘啊 看来是误会了 在下不管怎么说 和莫府还是有一些香火勤奋的 假如真知道莫府有此大难 其他的不好说 但让几位师娘全身而退 能安享晚年 韩丽还是能够做到的 韩丽说完这话 神色已经变得诚恳至极 莫凤五听了这话 只是嗡了一声 脸上恢复了冷漠的神情 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否真相信他刚才的辩解之言 韩丽见此皱了皱眉头 犹豫了一下 只好将实情告知对方 原因啊 是因为牵涉到了修仙界 他本不想告诉她的 其实有关莫府出事的事情 是彩环的丫头告诉我的 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四师母 什么 你说 彩环和四年还活着 莫凤五听了之后 不能置信的激动的起来 洁白的脸庞上甚至生起了两块兴奋的红韵 当然活着 他们现在居住在一块非常隐蔽的地方 还不错 其实啊 他当初逃离了燕灵堡之后 曾经托人打听了一下 燕家人遗弃城堡后普通人的情况 结果竟得到了整座城堡都以人去楼空 那些凡人呢 竟趁乱逃离了燕灵堡 而莫彩环母女就此不见了踪影 汉里觉得 如果将莫彩环母女再失踪的消息告诉对方 这好像不太仁义 莫彩环这一走 他可真是无处寻找啊 莫凤五只要知道自己还有亲人活在世上 这就足够了 估计这个女人也不会提起要和莫彩环母女见面的话题 毕竟已人去皆非了呀 汉里下面就将与莫彩环相遇的经过 简单的告诉了对方 让莫凤五听了喜极而泣 莫凤五很清楚了 凭着汉里修仙者的身份 根本用不上捏造什么谎言来欺骗他一个弱女子 对方肯对他如此的客气 多半还是看在了当年的一面之缘上 因此莫凤五此时欢喜的双手合在一起 放在胸前暗暗祷告了一会儿 才重新恢复了常态 不过再次面对汉里的他 明显不再是那么冷漠了 想必他很明白 要不是汉里在燕陵堡出手相助 那严氏母女还处于困境之中呢 多谢汉公子告诉彩环和四娘的下落 这是凤五七八年来首次听到的好消息 但接着他没等汉里说什么 就再次提到 虽然小妹他们母女没事 但是我大姐和其他几位姨娘还是下落不明 多半啊 已经遭了毒手 这个仇 凤五不能不帮他们报 可是凤五受无伏击之力 韩氏力一定会帮我的 对吗 莫凤五说着说着 露出了十分软弱的神情 两只明眸上瞬间造成了一层雾气 心思要伤心而泣的样子 韩力见此 揉了揉鼻子 大感头痛与无奈啊 他本来想着对方知道了莫彩环母女的下落 应该就不这么急于报仇了 可没有想到啊 这些年没有见到的莫凤五 竟变得如此执着此事 说实话 若是让他去灭一位炼气气的修士 这都比让他去无缘无故杀一位有身份的凡人容易得多 因为自从进入黄蜂谷后 韩力就已经知道 整个越国十来个州府 早就被七大派和数大家族的人给瓜分的干净了 每一个州府内的士族大势力 只要时间长久一些的 都会和修士在暗处关注一二的 甚至根本就是这些修仙派别在后面扶持起来的 当初兰州莫府独霸山庄 因为只是新兴不久的势力 所以才没有接触到修仙界的修士 否则当初韩力刺杀那独霸山庄的欧阳飞天的时候 哪会那么轻易得手 还无人追究此事啊 可是这五色门就不同了 这个门派有百余年了 也算得上是年代久远 而兰州呢 又是七大派默认的灵寿山地盘 多半他的背后已经有了灵寿山的影子 所以莫府才会和对方一接触就惨遭大败 韩力身为黄蜂谷的弟子 无缘无故的去杀掉一位其他派别扶植的世俗界头目 这恐怕不是那么好交代过去的吧 不过最近魔道之人要潜入越国 对世俗界进行破坏 哎 这倒是个浑水摸鱼的好机会 在此期间动手的话 只要多加小心 应该不会惹上麻烦 韩力这样想着 脸上却没有丝毫外露 而是站起来在屋内来回走了几个来回 他在前后掂量了一下之后 才盯着莫凤武的翘脸 冷静的说道 凤武姑娘 按理说这个要求不能答应他 这会给我带来很大的麻烦 但是最近修仙界的情况有一些特殊 倒也不能说一点机会都没有 嗯 这样吧 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尝试一下除去五色门门主 但是如果事情真的不可为的话 凤武姑娘就吸了报仇的心思吧 莫凤武听了韩力此话 顿时喜极而泣 那种娇艳之色 呼之欲出 让韩力看得也一阵失神啊 要想当年初见莫凤武的时候 他可得那位温婉动人的莫府二小姐 真动心了那么一回 至今对方给他的那种温馨可人的感觉 还是记忆忧心 让他时常的留恋 那应该算是他第一次动了男女之情吧 而这个不大的承诺 就算是对莫凤武感情上的一次交代吧 韩力这样想着 表面上却神色如常 他打算将这份感情深埋在心里 不再向外人提起了 而莫凤武终于从韩力应允的喜悦中回过神来 挂满了感激的神情 什么也没有说 但几步就凑到了韩力面前 用柔软芬芳的嘴唇 轻碰了一下韩力的脸庞 然后有些羞涩 还带着点迷茫说道 有了韩师弟的这个承诺 即使没能杀了那个人 凤武也感激不尽了 说完这话 少妇就默默的把披风一盖 人呐匆匆的离开了屋子 韩力摸了摸脸上被亲吻过的地方 神情有些古怪啊 没多久就单手支撑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啊 韩力从打坐练器中醒来 想了呢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心里不禁有些叹息 若是莫凤武也有灵根的话 他一定将其引入黄蜂谷门下 并和其结成道旅共修大道 韩力的样想着 就洗漱完毕走出了屋子 他准备呢 先把秦宅的地形熟悉一下 然后再考虑其他的事情 可是没曾想啊 他刚一出来 就发现在院子外正站着的笑嘻嘻的秦平 这位啊 没等韩力惊讶的询问 就机灵的先一步解释说 在下是奉了老爷之命 在时充当少爷的贴身长髓 这以后啊 韩少爷有啥事 需要跑腿的话 就尽管吩咐小的一声就行了 秦平跟韩力说话时的神情啊 恭敬中还带了些许兴奋 此位想得非常简单 这位韩少爷虽然出自小地方 人看起来也不怎么精明 但是人家在老爷的心目中 可是分量十足啊 仅此一点就足够他巴结的了 更何况啊 如果能将这位爷伺候好 说不定还能另外讨老爷的欢心呢 秦平边想着 边打着自己的如意小算盘 心里还着实鄙视那些 一听要给这位土包子少爷当长髓 就纷纷往外推的傻蛋 那秦平可早就听夫人身边的丫鬟说了 此位啊 十有八九 是老爷在外面的私生子 只要老爷在世一天 还能亏待了此位少爷 而作为韩少爷的长髓 肯定也是水涨船高的事咯 这可比在三夫人身边 当一个跑腿的要强多了呀 这韩丽自然不知道 这位的真实想法 只是觉得秦妍这个人呢 还挺会来事 知道自己对秦宅和阅都有些陌生 这就马上派了一个向导 还真是及时雨啊 韩丽这样想着 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并直接了当的对秦平说道 秦平啊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的海天屋子 哎 正想到处走走看看呢 你就陪我一下吧 哎 好啊 好啊 傻眼 秦平看到自己的第一份差事来了 立即精神抖擞的应声道 就这样 韩丽在秦平的带路下 开始围着这硕大的秦宅到处溜达了起来 虽然说有些地方有女眷居住 不太方便让韩丽贴身静叹 但是站在远处指点一番 倒也没人敢上来说三道四 毕竟啊 秦延昨天的那番话都传遍了整个秦府 呃 不但将每片院落的名字告诉了韩丽 还将里边住的是什么人都给指出来 让韩丽暗暗记了个牢靠啊 但当他介绍到表小姐莫凤武的住处的时候 韩丽神色一动略看了长久一些 就神色如常的离去了 没多大功夫 整座秦宅都让韩丽溜达了看了一遍 但韩丽仍然似乎是意犹未尽 最后啊 干脆让秦萍直接带他走出了秦宅 陪他在粤都那一些热闹的地方瞎逛了起来 并让这个秦萍继续给他解说 顺着京城内比较出名的景点和闹区这么一走 就是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啊 那秦萍原本兴高采烈的表情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时的他呀 是一瘸一拐的跟在韩丽身后一脸的苦瓜下 任谁走了数个时辰的路 也从来没歇过脚 还要一直口不停的解说个不停啊 恐怕都是如此表情啊 这让秦萍头一次怀疑 自己是不是选错了主子了 这秦萍虽然在秦宅内当的是下人 但平常外出走远路很有车的 像这样徒步而行这么长时间 可是好久都没有过了 真把他给折腾的不轻啊 秦萍只觉得俩脚后的隐隐胀痛 就犹如的针扎的一样啊 更别说了嗓子哟 早就因为说话太多而已经沙哑难受了 不过等他看到自己的这位新主子 仍然兴致高昂的套到了一个卖瓷器的小店面前 四处东张西望的时候 只好呲牙咧嘴的再次迈开步子 勉强跟了过去 哎呦 毕竟做主子的都没有喊泪 你一个下人 你怎么敢随意叫苦啊 秦萍啊 我有些饿了 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吃一下中午饭啊 当秦萍刚跑到韩丽身边 就听到韩丽回头说的一句实诚无比的话呀 哎呦 顿时让秦萍激动的当场连声赞同 差点啊 没给韩丽磕一个 并殷勤无比的建议 就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小酒楼 并把这酒楼的几样招牌菜 画的是天花乱坠呀 韩丽心里头有些好笑 但脸上还是做出了此事你做主就行的神情 当即在秦萍迫不及待的带领下 走进了这家不大的两层酒楼 一楼都是只实用一些简单犯态的普通客人 二楼呢 还是有些身份和地位人吃饭的地方 那秦萍自然不会让韩丽在一楼用饭了 虽然看起来嘛 这位主子颇有些异动的样子 二楼的客人不多 只有三四桌人 有一桌人呢 竟然还是三男两女同桌共饮 实在颇有些惊世害俗啊 当韩丽 踏入这个楼的时候 自然而然也看了那一桌人两眼 这一看 让韩丽心里症 因为这男女五人竟然全都是基础功法十层以上的炼器器修士 这可有些不寻常了 难道是魔道六宗的人 对时 他周身的灵气马上一连 韩丽运用起了筑机器修士才能学的隐器术 将自身的灵气收起入体 这样一来啊 在修为远训自己的低阶修士眼中 这韩丽啊 就是一个普通凡人 哎 少爷 这边 这边 您这边坐 这秦廷啊 强忍的脚痛 将韩丽引到一个位置靠窗的桌子前 还用袖子殷勤的给擦了几下木椅子 然后满脸失笑的请韩丽坐在上面 韩丽呢 露出了不好意思的表情 连忙呢 叫秦萍一起坐下 这次啊 秦萍倒没客气 推测了几下 就老实的坐了下来 他实在脚疼的厉害啊 也顾不得什么身份卑微之说了 好在这位出进京的韩少爷 也根本不讲究这一套 一见二人坐好 殿小二就忙里的凑了上来 很谦卑的问道 哎 二人客官 调的什么呀 本店有几样招牌菜 那可是非常出名了呀 所以这上好的韩丽 再把你们的招牌菜 每样都来成一份 哎 要用最好的材料啊 我家公子可是秦府的少爷 秦萍知道啊 韩丽肯定不大会点菜 就越祖带袍的替韩丽主动说道 并且他提起秦府后 整个人都立马显得神奇活现起来 果然秦府的招牌非常好用啊 店小二一听之后 立即连连点头哈腰 更加的阿鱼万分 急急忙忙下楼催叫韭菜去了 韩丽可没什么心思 看自己的这个跟班大耍威风 而是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了 离此不远的那种修士身上 但令他奇怪的是 他总觉得吧 这其中一名三十来岁的蓝衣人 仿佛有些面熟 好像在那见过似的 但一细想呢 却一点头绪都没有 绝对不是什么太熟的人 这几个人中的男子 包括韩丽绝的面熟的蓝衣人 全都愁容满面的 一个个低头喝闷酒 而那两名有些滋味的女子呢 则两眼发直的望着满桌韭菜 根本就没动一筷子 好像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从他们这个模样看来 好像是遇上了不小的麻烦 实在不太像潜入越国的魔道修士 而这些人中的蓝衣人 算是年纪较小的一位 除了另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子外 就属他年轻了 哎 少爷 饭菜来了 您先用吧 这个时候 韩丽耳边传来了 秦平恭敬的声音 殿小二已经麻烈的把饭菜上齐了 弄得满满一桌子 一起用 一起用 韩丽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一张嘴露出了一副洁白的牙齿 接着 韩丽就毫不客气的加了一口菜 放进了嘴里 嘎巴嘎巴的大嚼了起来 可实际上 神石则悄悄地放出 密切关注着这几名修士的 一举一动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147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